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众生啊 众生是随缘就变 碰到缘分了马上就变了 我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 啪一个缘分来了 环境一变条件一变 啪一下子给你有个什么机会来了 马上就叹了 叫众生随缘就变 而修行人呢 是随缘不变 就是说不管什么条件来了 你不要随便的变化 你这个人要有骨气的啊 对不对啊 不能说 人家给你点好处了 人家给你点利益了 你马上就变掉了 这种人你说怎么学佛啊 数字很差的 所以便与不便 主要是依靠你清净无碍的心 很多人一生两袖清风啊 干干净净 这种人他就是无挂爱 无挂爱姑的心 你今天再怎么样有利益了 跟他没关系 今天再怎么样不好了 我能够撑的 我也不去占人家便宜 不该我拿的就不拿 不该我要的就不要 这才叫无碍的心 如果你人随着因缘 有贪就贪了 有拿就拿了 有便宜的就赚了 这样的话你清净心 就接受了人间烦恼的种子 人间开始烦恼了 你有种子拨下去了 就是贪呀 不该你的东西 人家拿到了 你就难受了 所以为什么人修不好啊 接受了人间不该有的烦恼种子 那么你就变成凡夫俗子 希望你们不要受因缘的影响 不管是恶因缘 还是善因缘 我们学佛人 不要污染我们清净的心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如果简单例子 你今天感情上已经蛮好了 你家里已经有老婆了 你跑到外面看到一个比你老婆好看的 比你老婆贤惠的 你马上就变了 凡人们就是变了 叫随缘就变了 如果你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你可能就会想到 我老婆有我老婆的优点 她有她的优点 不是随随便便就变的 你们也不喜欢人间的人 随缘就变的呀 所以随缘不变 你不管这一生 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缘 你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贵人 小人 你都会放下 你就会懂得 我现在修心 就是在看清我自己 不要走轮回的道路 清净明智 才不会被无常变化困扰 你说你人在世界上哪有有常的 什么事情都是无常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因为无常就会困扰我们 比方说你肝本来很好的 肝坏掉了 无常吧 你本来肺很好的肺坏掉了 是无常吗 你本来关节很好 随着年纪长大了 关节都会响了 那是不是无常啊 本来不是好的吗 你跟你老公本来蛮好的 后来怎么会白白的 你跟你孩子很好 后来怎么会白白的 一切都是缘分 所以今天说你好 明天说你不好 这就是人间的缘分的 说你坏 那么你要改啊 这也是无常啊 别人说你坏的时候 你要赶紧变成好人啊 因为没人肯说别人坏的 你叫一个老婆说你坏 他都不会 等到只有吵架的时候 他指着你骂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话 全都要记起来 好好改 不是记仇 而是要记住他 这些话 这些话他憋在心里 不舍得讲 只有吵架的时候才会讲 一个大修行者 是一步一步走出人生的困局的 一个人随机就变得 是六道轮回 你种下的因 一个人动不动就变化 心不定 你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去看一个人稳稳当当的 结个婚吧 就好好的在家里 要做什么就好好做 到单位里去上班吧 好好上 跟人家交朋友就好好交 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管家里叫你做件什么事情 你好好做 认认真真做 你这个人就叫 不造六道轮回的因呀 所以随言就变的人 是不是说是六道轮回 因的种下者 你要随言不变 你才能走出六道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了 我就不变化 难道一个人 到饭店吃饭 就可以跟人家说好话 吃过饭了就说坏话 那不是两面派啊 难道一个人 为了得到某种利益的时候 就跟人家跪下来 等利益得到了之后 就把人家踢下去啊 这是学佛人嘛 所以随言不变 就是说不管圆 每天都在变化 我还是这样 还是原来的我 走出六道 你才能坚定永恒呢 走出六道 不能在六道里轮回的 你说人苦吗 做错的事情 一辈子做错多少次啊 坏的习惯 又会来了 又会又来了 痛苦吗 哎呀 我这个人怎么搞的 我这个人又上人家当了 不是你上人家当了 是因为你贪啊 信念者 不管因缘的转变 如海面的浪涛一样 不要随着波浪起伏 我们的心情起伏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撑不住了 你的船就翻了 我们人生 每一个事情都是跌宕起伏的 每个人都在起伏当中 有的时候 你的命运把你抛在 生活的顶端 有时候又把你跌入 人间的苦难 都是要经受得起考验的呀 人要改呀 一个人不改 很多人说我改不了 我这么多年了 改不了 我告诉你 没有改不了的事情 不想改 就像小孩子一样 要想改 什么改不了啊 得到你的利益方面了 你就改了 等到你的命运相关了 你就改了 学博人要懂得 人间那是不长久的虚幻的 一个空间 你看看我们小的时候 不是在空间里生活吗 小学的时候一个空间 我们生活完了 结束了 到中学去 中学又结束了 到大学去 大学又结束了 一节一节的 结了婚了 找工作了 生孩子了 娶老婆了 这一节一节的虚幻了 你们再想想 你们的小时候 中学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 那些老师 那些曾经帮助过你 那些让你要死要活的人 现在还有吗 你们还能回忆起几个 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虚幻的 就是会失去的 人生虚幻 他就会失去 等到你们哪一天 头抬起来 一看墙壁上 日光灯的时候 你们可能在医院里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 我来干嘛的 我到人间来干嘛的 我得到了什么了 很多人得到的是一肚子气 得到的是一辈子的不满意 这难道就是要到人间来的人生吗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懂得内心不要被外向所左右 你今天心里开心就开心 很开心的人突然之间被人家讲一句话 马上脸翻了就不开心了 你是不是被人家左右啊 很多妈妈今天放假在家里开心的不得了 结果孩子跑回来 妈妈我功课没考好 你是不是情绪被他控制住了 你不是像个木偶一样的吗 所以修行人心如金刚 碌碌不动 我们既然今天修行了 经得起考验 碌碌不动 要坚定 不管因缘再如何的转变 我心碌碌不动 我曾经很小的时候看过 人家讲的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先生就是因为太太后来残疾了 他就一辈子背着他 后来传为美谈 这个实际上也是人间的一种碌碌不动 一般的说一个太太残废了 男人马上出去了 就找了 把太太留点钱就把他扔掉了 所以学佛人有恒心 你说哪个科学家的成功没有恒心的 你就是身上有种病 有的人不停地吃药 不停地锻炼 他也能好 很多人根本坚持不了 师父跟你们讲 因缘 不管怎么转变 你不要受因缘的影响 你就不会接受到果报的影响 你去天天骂一个人 你看看他会不会终有一天骂你 你天天对这个人不好 你看看他终有一天是不是对你不好 有报应啊 这么简单的 师父今天大家对师父这么好 这么尊敬 是我一天吗 就是十年如一日 就是这样帮助别人 人家感受得到师父对你们的爱 人家才跟着你 对不对 要用心的 要为众生服务啊 菩萨有一颗为众生服务的心 所以不管几千年了 我们还是从着菩萨 磕头 就这么道理啊 在人间讲 你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啊 人家当然对你好啊 人家当然对你好啊 那么再多点 人家朕 屈子